大家好 今天的題目叫自信以智慧 簡選的人物是吳儀 1991年的歲末 吳儀被調到中國對外貿易經濟部 擔任副部長一職 沒過多久 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填兩天 中方代表團的團長突然患病 吳儀臨時替補上陣 這個時候美方抓住戰機 在談判上一開始 就想給中方一個下馬威 放話說 我們是在這裡和小偷談判 面對美方的挑叛和無理 吳儀不方不亡地回答 我們是在這裡和強盜談判 請看看你們博物館裡的展品 有幾多是和中國搶回來的 當時之間 美方面面相愧 啞口無言 他們意識到 他們意識到 移上了真正的對手 之後 長達兩年多的 中美知識產權 談判 最終有了結果 談判結束那一天 香港恆生指數大漲 吳儀一戰成名 成為對外貿易領域的談判專家 一九九三年 吳儀擔任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的部長 事實上 吳儀沒有任何背景 他一九三八年 出生在武漢 一個清貧知識分子的家庭 後來父母早誓 吳儀以給自己大八歲的哥哥相依為名 一年 少年時代 吳儀吉祥哥哥四處天途 吃了很多個斧頭 有一段時間 吳儀和哥哥寄居在同慶一個親戚的家裡 之後又跟著哥哥去了蘭州生活 在蘭州的那段日子 吳儀好幸運 進入了一間寄宿制的學校 蘭州旅中讀書 曾經常年在外漂泊 上學的期間 吳儀就顯得比其他的女生 膽要大一點 那時候 其他的女生都留長頭髮 吳儀就是一頭短頭髮 像個男生頭一樣 學習機會萬分難得 吳儀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學習上面 1956年 她以優異的成績 考入了西北工學院 在大學時期 吳儀打過旅球 那時候她身體素質 雖然並非最好 但是她用腦打球 擊球 那時候能夠很巧妙地 觸擊到球 破壞對方的防守 在防守中 吳儀有擅長游擊手的位置 這個 只有 新手靈活的人 才能夠打好的位置 因此 學院的李老師 用她當 旅球隊的隊長 有一次 西北工學院 和西北農學院 打友誼比賽 開賽之前 吳儀做好了 動員和組織的工作 她強調所有的隊員 一定要做好兩點 第一 一是要有紀律 第二是要團結一致 兩個後隊 即將開打的時候 遇到一個 刺手的問題 因為 他們平時 所練習的球 大小五紅 吳儀隊 練習的 九寸球 對方是十二寸 球 比賽之前 雙方 爭執 一向不服輸的 吳儀隊長 主動應戰 主動應戰地說 那好吧 打你們大的球 於是 吳儀 主動 當了投手 由於 吳儀的身體靈活 又懂用腦 打球 成為了球場上的 佛志多星 和指揮官 最終 在吳儀的帶領之下 他們以 大比分 勝了對方 讓對方 輸得 心服 口服 現在 吳儀 已經從工作崗位上 退了下來 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吳儀的興趣 廣泛 和音樂到畫畫 和醫學到古師廚 還有設計 種花 種菜等等 他都喜歡 聽說 現今的吳儀 在自己的家中 轉眼中醫 他很早就有這個興趣 每一天 吳儀都用幾個小時的時間 閱讀中醫的書 另外 他還有一個愛好 就是爬山 每一個星期 一到兩次 經常有朋友去探望這位長者 吳儀依然好像以前一樣 笑聲爽朗 只不過他現在過的是休閒 而且平靜的生活 這就是吳儀 有著偉大品質的女性 少女時代 吳儀就有一個夢想 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大的企業家 我年輕的時候 毫無參政的意識 不想當官 更沒有想過要當部長 吳儀說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個企業家 現在如果讓我再選擇 是做官還是做企業家 我還是選擇做企業家 在企業自己的思路 決策馬上可以見效 更容易有成就感 後來 吳儀曾經長期在中央政府任職 歷任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的部長 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部長 有中國鐵娘子之稱 對於美國前商業部長 唐伊文斯來說 吳儀是堅強 而且溫柔的談判對手 他評價吳儀說 他總是面帶微笑 但是在這個微笑當中 能被人覺得他的堅強 和工程師一般的思維 福報師雜誌記者 塔塔塔塔塔薩納芬 曾認三個詞 來形容他眼目中的誤言 自信 优雅 智慧